来这个岛的疫病 这个疫病三星的时候 他就刚开始就叫军水疼到 这样一大大大大大大 但是呢 我们在这个风地上 听众朋友们要注意 就是说 因为你医疆 其实很多是疫病不会很难 就是说我们在转油要控制 什么都不是很难 都会去控制 但是很多就是因为 我们症的这个时间是夏天 夏天的时候 他很多人都会有一个 去感染 感染之后 他就由那个地方 因为疫病 疫病与到之后 他现在就由那个地方 就有一个去感染 他的细菌性卵腐病 这个东西就会去感染 所以我们在这个风地上 你一定要稍注意 就是说 可以在这个 稍注意一下 其实 这有时候是一个 有的说 很像 类似 这种 像 搅拌病 这也含疫病 很像 就是说 这两个 这个病斑 很像 刚才报告说 那是疫病 他直接怎么叫 滚水 涂到 另外一个是 搅拌病 他刚才由 去那个地方 慢慢 溶去 溶去后 他通常由 那个气孔 那个地方 他的翻白 也有可能 溶 所以 但是 他那是 红柄 红柄 他那是 如果是 搅拌病 来说 你看到 他是红柄 红柄 一种 熟 他两个 熟水 是不 同样的 有听到吗 有 非常清楚 因为我听到一个不是很 很没关系 好 那这个部分呢 就会感染 感染料 进去后 他就开始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 在这个用药上 可能你就要注意一下 意思就是说 你在用疫病的这个油 你一定要加一点 我们说当这个控性素 大概就这个意思 就是说 吸菌性的一个用药 你要搭配 你要搭配来 搭配来输用 这是一个 我们在用药 里面 必须要去注意到 这疫病的这个油 我们很容易了解 就是说 有关在疫病的这个油 里面 医德力 医德力 也脱民 甚至 我们有时候像 会去 用一些 这种 认为一些 统计 有时候是这样 你大概是这样 来做处理 一般就有法 控制条例 大概会 比较容易控制 所以这是这样 这个经营 这个朋友 就注意到 因为 它是一个 高湿的 这个环境 较容易来 划算 所以 它就说 这个应该是 正在温室里面 就是说 你的一个 头子 正在温室里面 因为 正在温室里面 有时候 这种 湿度高还是会 但是 病斑 我们会 分散 不像在外面 有很激烈的 你看 如果染好 这种 疑病 就很严重 如果在温室里 通常就 比较 吃烂 所以 还是有 但是因为 在温室里面 还有一个 它的缺点 就是说 它的湿度 也是很高 所以 较不会染到 但是 它也会得到疫病 所以 这要注意 只要 湿度高 我们就要 很小 因为 现在 这个温室里面 对很多 病害来说 很容易发生 像这两个 温室里面 新气垫 白粉 病 都会 压起来 这位好朋友 先做一个 参考